当喝奶茶成为一种食尚和习惯时,你还会在乎喝下去的,究竟是什么吗? 今日,上海市肖宝伟针对流行奶茶包括口口快乐柠檬、喜茶、黄茶、共茶、一点点的衣裳突击检查,揭开了奶茶的种种黑幕。 奶茶中这四样东西毁人不倦,糖,一杯奶茶等于20包糖,检测发现,27件正常甜度的奶茶中,最高的糖含量达到13.2克100毫升。 也就是说,一杯750毫升的奶茶中,最高的含糖量达到99克,以平常餐饮店提供的规格为5克的小包糖换算,相当于近20包糖。 愿超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中规定的美清糖的渗入量不超过50克,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的建议。 而检查中号称少糖、无糖、低糖的奶茶一样品中,竟然全部检测出含糖,含糖量也在2.2、7.9克100毫升之间。 高糖饮食四大危害,抑化癌风险高,大量研究显示,高糖与癌症风险的正相关性,会大大增加以下癌、乳腺麻、黑色所流的风险。 2.摔老更快,高糖饮食会刺激细菌繁殖,增加炎症反应,削弱脚原蛋白对皮肤的修复和再生功能。 3.肥胖,高糖饮食会引发肥胖,并增加筋脑血管疾病中险。 4.骨质疏松,吃糖太多会影响盖质吸收,长期高糖饮食会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。 4.咖啡因,一杯奶茶等于4杯咖啡等于8罐红牛,去检测的报告显示,51件样品的咖啡因,平均含量高达270毫克,最高的更是达到了428毫克,一杯奶茶相当于4杯咖啡,而一罐红牛能量饮料中的咖啡因也就50毫克。 换算以下,也就是说一杯含咖啡最多的奶茶含咖啡量相当于,一杯奶茶等于4杯咖啡等于8罐红牛,你确定喝8罐红牛,不会飞起。 专家指出,成员每日渗入的咖啡因不应超过100毫克,孕妇和儿童尤其不一,过量渗入会引起类似焦虑症状,熟心剂,暴躁,震颤,失眠,消化的困扬等问题。 脂肪,一杯奶茶等于40克脂肪约等于一两份肉,测试结果显示,45件无奶盖的奶茶脂肪含量,在1.104.40至100毫升之间,平均为2.66克100毫升。 6件有奶盖的奶茶脂肪含量,在547.7至100毫升之间,平均为6.25克100毫升。 脂肪含量最多的一杯奶茶,可提供41克的脂肪。 超过成人每日推荐摄入脂肪量的三分之二,成人每日推荐摄入的脂肪不超过60克。 脂肪摄入过量的危害,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导致肥胖了,而肥胖几乎是一切癌症和慢性疾病的诱因。 就问你怕不怕,再试想一下,你喝掉的奶茶中,有快一两重白花花的肥肉,冲动是不是少了很多? 此外,被预为餐桌上的定时炸弹,心脏杀手的反式脂肪酸。 在检查中也发现其含量明显偏高,平均每杯奶茶的反式脂肪酸含量超过4克。 愿高于膳食指南,推荐的每日摄入量,不超过2克的建议。 其实,这些都无法抵挡大建要喝奶茶的勇气,真正让大建停步不前的原因,只有一个,奶茶太贵了。 大建太穷,PS,你喝过最贵的奶茶多少刀? 如果你对奶茶情有独钟,倒不妨试试自制健康奶茶。 把水煮沸放入茶包3-5分钟捞出茶包倒入牛奶搅拌均匀,放着合适温度60度以下添加适量蜂蜜即可。 最后提醒一下各位男士,尤其是准备要抱抱的男士,一定要少喝奶茶。 杀金的,是真的。 参考文献,一健康时报,一杯奶茶等于20包糖。 奶茶的危害让人震惊。 二,中国医学博士联络在奶茶,正在毁掉中国年轻人的健康。 三家庭医生报,玉林男性少喝珍珠奶茶消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